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讲说 建寺庙不是功德吗 建寺庙当然是功德 对不对 建好很大的寺庙当然是很大的功德 告诉你 真正的庙在哪里 在你的身体 在你的心 那是你真正的庙 最大的功德是 你这个庙真正通天的 他 茶茶有讲过一次 一句话 我们盖起的庙 这个庙 是通天的 跟天连结的 跟天连结 No 不对的 是你身体的庙 跟天连结 这个才是对的 我不能讲说 撒迦士是跟天连结的 连在一起的 问题是 你在撒迦士修行的人 你的心 又没有跟天连结 你的心 又没有跟天连结 你的心 又没有跟天连结 那你是心中产生的光明 清净的光明出现 那个才是的 所以照相 我们照相 照出 世尊有很多放光照片 照出来 世尊这个像 放光照片 全部拿去烧掉 不要 但是照相 照出来的光 不要 真正的光是什么光 是你的心中的莲花开放 是你的清净的莲花光 显现出来 那种光才是跟解脱的 跟宇宙的光明是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真正的庙在你的心中 不在外表上的庙 我们只是借这个庙 撒迦士来修行 借这个庙来修行 你如果借这个庙不来修行 那是那个庙就是第一 简单跟你讲一句话 我曾经讲过了 多建一个寺庙 等于多建一个第一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你是借庙来练才 所以庙就成了第一 你借庙来修行 才会产生庙的功德 你如果借庙来练才 只见了不是庙 而是见了第一 你能了解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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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